中国、台湾、澳门教区隆重举行慈悲喜年闭幕庆典 欢迎收看炎语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梁乐燕、Rodney 我是林晓芳、Mavis Mavis,慈悲喜年已经在11月20日圆门结束了 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都举行了隆重的慈悲喜年拜幕庆典 中国教会都不例外 是的,Rodney 中国教会对慈悲喜年相当的重视 整整一年中跟随教宗的指引 举办了不少的喜年活动及朝圣 在慈悲喜年闭幕时也对之隆重其事 11月13日常年期第33主日 也是普世教会响应教宗的号召 特殊慈悲喜年闭幕关闭慈悲圣门 上午时分 河北保定天主堂主教神父教友欢聚在圣母山前 教区安树新主教向圣母及十字架进香 敬礼圣母和朝拜十字架后 由提卢十字架领路 依次读经班、唱经班 主日学神长教友唱着圣歌游行至圣门前 主教、神父、修女及教友再一次跨越慈悲圣门 教友们在圣门前祈祷 清冷圣门 大理弥撒由安树新主教主理 陈耀明、高虎庆神父共祭 五百多位教友参礼 同日在江西教区禁州阿立堂 亦都举行了慈悲特殊欺怜闭幕弥撒 当日由本堂刘光帝神父和田传卿神父 副本堂相同辉神父共祭弥撒 弥撒宗讲到里面 田神父就讲述了慈悲欺怜的重要意义 他说 今天虽然是慈悲欺怜闭幕 但是天主的慈悲永远都不会关闭 教会给我们特别的提醒 让我们去相信天主的慈悲 去信靠天主的慈悲 弥撒结束之后 双神父和教友说 慈悲欺怜结束了 但是天主的慈悲永远常在 所以我们的圣经学习班继续开课 希望教友和舞蹈者来参加学习 11月13日上午 山东周村教区在环台唐区 行家天主教堂举行慈悲喜年 闭幕典礼 弥撒由杨永强主教主祭 将秀光神父相礼 由来自本堂区和附近堂区及培训班学员 400余人参加了弥撒和闭幕仪式 弥撒结束后 杨主教表示 教区与普世教会同步 紧跟教宗礼仪安排 在慈悲喜年开启了四座教堂 共教友朝圣 并服从教宗安排在13日前 关闭喜年圣门 教区已关闭了三座教堂圣门 关闭圣门不是对天主慈悲敬礼的结束 而是信仰历程的新起点 我们还要敬礼慈悲圣心 11月13日上午 河北唐山教区方建平主教 在五家庄教堂举行了结束 慈悲喜年关闭慈悲之门大礼微杀 当日参礼的教友都坐满了教堂 方主教在港道里面说 虽然慈悲喜年结束了 但是天主的慈悲永远在路上 天主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保障 慈悲之门关闭了 但是我们每个人要打开内心的慈悲之门 依靠天主做好一个基督徒的信德的见证 Mavis 在台湾台北教区 在11月19日也举行了 慈悲喜年的闭幕感恩制 当天的感恩祭是由台北教区 洪山川总主教主理 而教廷驻华代表高德隆盟席 在感恩祭中勉励信用 几年的结束是效法 例行天赋慈悲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看当天的片段 这样一些变化到这一次是 千禧年到现在只有15年 因为教宗看到这个世界动乱 社会的不安 族群的对立 所以我们也难得碰到这个喜年 只有15年的时间 下一次不晓得是在50年以后还是100年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碰不到 珍惜这个时刻 这一年来我们向耶稣学习慈悲 向天父学习慈悲 喜年的结束不代表慈悲的结束 所以从今天开始来表达我们的慈悲 我们再次为天主给我们这些恩赐 这一年来感谢天主 也因为社会的不安动乱 让我们集合在一起 让我们更紧密更团结 我们一起求天父 让我们不会忘记他的慈悲 谢谢总主教给我们的机会 跟大家讲几个话 我们今天台北教区 敬祝这个慈悲喜年的庇慈悲礼 明天教宗会的慈悲 会关圣波罗大殿的圣门 也表示整个普世教会结束慈悲喜年 当然关座堂的门的不等如慈悲喜年 慈悲就结束了 这个慈悲喜年其实是第一步 在这个慈悲喜年当中 我们体验到什么是天父的慈悲 我们知道今年的慈悲喜的格言 就是如同天父满怀慈悲 我们慈悲的天父永远都不会停止 是一个慈悲的天父也不会停止让我们展示他的慈悲 我们身为他的子女要继续天父所开始的工作 我们现在慢慢进入这个第二个阶段 我们开始真的要如同天父满怀慈悲了 要有行动证明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提醒一下 用一个在台湾的例子 我相信你们还记得一年前所发生的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有一个小女孩 因为他的匿名叫扫灯泡被谋杀了 你们知道这个小女孩的父母马上宽恕地杀害他们女儿的凶手 这个小女孩的家人上纽拜六去梵蒂冈 也是代表台湾做了一个慈悲宽恕的见证 关于爱的见证 尽管他们还没有临时不是天主教徒 他们的见证是鼓励我们 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慈悲的天主子民 我们知道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日子要过的 可是每一天都是新的机会,新的一天 来为慈悲作见证 透过我们的生活 用我们生活来表达今年我们所得到所体验到的 是一些很美的一些经验 就是相信天主,为天主作见证 所以我们心中有这个信念 信念就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如同天父满怀慈悲地去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 谢谢 谢谢你们 阿尔尼,澳门教区也举行了慈悲语年并没弥撒 是的,Maphis 澳门教区在基督君王节当日 就和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慈悲欺廉的闭幕礼 这一次的欺廉闭幕弥撒在圣保禄学校举行 弥撒由澳门教区李斌生主教主持 澳门教区慈悲欺廉筹委会主席、中志堅副主教 及五十多位神父共祭 让我们一起去聆听李斌生主教在当日的讲道 阿尼和亚厉筹 clase 阿尼和亚厉筹 阿尼和亚厉筹 而我們今年在慈悲年裏面 用著一個來做標記,一道門 來代表著天父的慈悲的一年 在這一年裏面 我們再一次這樣去看清楚一下 知道我們的世界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是不是在我們人的手中可以決定到的 而是去決定在耶穌基督的手裏面 在耶穌基督的慈悲裏面 剛才聽到的福音 聽到就再一次說在耶穌的十字架上面寫著的 這就是猶太人的君王 但我們知道我們的基督不只是猶太人的君王 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君王 但是基督為王的,他以什麼去統治這個宇宙 所有這個世界,人類的將往,現在和未來 直到世界的終結呢,他就是以著的 就是一個完美的愛,完美的犧牲,和完美的慈悲 第二,聖熱羅尼摩,一個教會裡面公認的一個聖人 尤其是在聖經的著作上面 當他在白冷的地方住的時候 他曾經有過一個夢 在一個夢裡面,耶穌來探望他 這個夢能夠這麼真實的呢 令到他對耶穌說 我願意給你我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房產 但耶穌跟他說 我不願需要你的房產 這個聖人再跟他說 耶穌,那我奉獻給你我所有的錢 耶穌再一次宣佈說 我不需要你的錢 講了幾個東西之後 聖熱羅尼摩,他來問耶穌就是說 那究竟你想要什麼呢耶穌 你想要我給什麼你 大家猜到 耶穌怎樣跟這位聖人說呢 他說 耶穌說 我只要你給我所有你的 猜到嗎 給我所有 耶穌說 你要給我所有你的罪過 這個就是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隨免我們每一個人的罪 這些就是耶穌的慈悲 這些就是天主的慈悲 是聖每面我們每一個人的罪過 能夠令到我們度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而之後能夠得到永生 這個就是我們宣講的 特別在這年裡面宣講我的就是天父的慈悲 他能夠寬恕 他能夠給我們救恩 能夠給我們永生 所以我們知道 今年我們開一年前 開了這裡的門 一個慈悲之門 是代表著 就是說在這一年裡面 教會能夠給到所有的信眾 一個特別的途徑 記得一下 是一個特別的途徑 能夠令到我們得到寬恕 能夠得到救恩 所以我們知道 在這一年裡面 所有你們很多朝聖人 去到別處 在澳門 又或者別處的人來到澳門 去來經過一道慈悲的門的 就是他們能夠拿到一個全大社 當然要藉著 要藉著的就是我們普通拿大社的條件 辦妥犯告解 領了聖體 並棄所有的罪過 以及為教宗的意向 然後去來經過這道門 就會得到全大社 得到救恩 但各位 始終都在這一年裡面 是一個特別的途徑 特別的 而我們上個禮拜 在普世教會的主教座堂 又或者今天 教宗在聖白德錄 將會 關閉這裡的慈悲大門 是甚麼意思 代表著的 不是說天主的慈悲已經沒有了 而是 這裡的大門 代表著一個特別的途徑 已經告一段落 而我們現在開始 就會要重新去回我們普通的途徑 來得到救恩 普通的途徑 來接受天主的慈悲 是甚麼 是藉著告解的聖事 藉著祈禱 藉著聖言 藉著寶淑 藉著寶淑 藉著守齋 藉著守齋 在我們的日常的生活裡面 明白嗎大家 只是完成了一個特別的途徑一年 但是現在我們要去回的就是普通得救的方法 我們的信仰生活 不是 尤其是我們天主教的信仰 很多的禮儀 很多美麗 一種方式來表達我們的信仰 但是 這些表達的方式不是去來做show 不是來做一個表演 如果純粹做show的 純粹做表演的 是一路找尋著這個新意 永遠都有新的 永遠都用不同的 七彩的 不同的 很多很多這些傳媒方面 媒體方面的 來做show 做表演 但是 大家 我最明顯一個舉例 大家有去看過煙花嗎 煙花 你們喜不喜歡看煙花的嗎 喜歡吧 你們去看煙花的時候 嘩很漂亮 你會說什麼 嘩 我現在嘗試問一下 你看完煙花之後 問你 那些煙花是怎樣的 你答不答到 是答不到的 煙花只是譚花一現 那剎那你會很激憤 很能夠很漂亮 嘩 但是之後是什麼都沒有留下的 各位 我們今天這個閉幕禮 感謝很多的神父 很多的工作人員 才能夠做到出來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做show 不是做表演 我希望今天大家得到的 不是譚花一現 好像一會下午問你的時候 主教講了什麼 或者你聽到什麼聲言 或者你聽到的 不知道了 不記得了 只是記得了 剛才有些姐姐出來跳舞 糟了 糟了 那我們變成了做show 不是 我們經常得到這些 很多時候 就有這些 一種的誘惑 想要來把我們的信仰 能夠好 當然 對的 用新的工具 新的表達方式 但是始終是工具 我們真實的是 基督的聖言 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寬恕 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是救恩 是救恩 是來自我們信 信著這些東西 期望著這些東西 而將它來發揮在外德上面 這樣 我們的信仰 我們今天一年 所得到的 才能夠摘根 才能夠成長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不要當我們今年 這個慈悲年 好像煙花一樣 嘩 一聲 今天完了 煙花 對於 一間屋裡面 如果黑漆漆的話 那些煙花 有沒有用呢 能不能叫照光呢 是沒有的 一剎那就完了 煙花的作用 不是放在屋裡面 來照亮你走路的 煙花只是我們做什麼 是表演的 所以希望我們 珍惜著一年 所得到的恩寵 能夠好好地保存它們 好好地能夠藉著 天主的慈悲 之後的話 去回一些 最普通 日常生活裡面 救恩的途徑 今年 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 完成了這個慈悲年 希望我們 就會 開始 在教會裡面 開始一個新的階段 大家猜不猜到 是什麼階段 就是這個 天主仁慈 來發揮出來 這個新的階段 在我們的教區 在每一個的家庭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都能夠 開始了 這個的摘了根 這個就是 依賴著天主的慈悲 現在 我要求著大家 和我一起 來重複一個的祈禱 好不好 以下一句的短頌 一起 跟著我 去來答 耶穌 你是我的基督 一起讀 耶穌 你是我的基督 耶穌 你是我的君王 耶穌 你是我的君王 耶穌 我設望你統治我的心 耶穌 我設望你統治我的心 耶穌 垂連我們 耶穌 垂連我們 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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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慈悲喜年結束了 聖門也再次關閉了 但在我們內心的慈悲之門 也要時常打開 將在過去一年所學習的慈悲 在生活中實踐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